才逛大概不到一分鐘 然後我朋友就說小心 我說怎麼了 看到他的右手伸進我的皮包裡面 然後我就打開來看 VOGUE讀者大家好 我是吳可熙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行李箱裡面的秘密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復古的行李箱 它大概是670年代的古董 然後是我去柏林銀展 在德國的一個市集買到的 它就是早期店裡面的那種 可以提的那種行李箱 然後當初很單純想說 去機場的時候可以手提 結果後來發現不太行的頭 因為太重了 然後它在裡面沒有輪子 就只能夠上面提這樣 它開的方式也很特別 是這樣 然後裡面呢 就有放了很多我自己的一些收藏 裡面還有一個小的 手提行李箱 它上面都是手工的縫珠啊 刺繡 然後也是那種早期的 可能歐洲他們用的化妝包 或者是出門也會帶的 小的行李提包 裡面是這樣 但我這裡面裝了一些 從世界各地收藏的一些很復古的 很早期的那種腰帶或皮帶 這個它是一個美國的牌子的蠟燭 就木質調的柱子花 我自己平常出國的時候還蠻喜歡用味道這件事情讓我放鬆 或者說房間有霉味啊或什麼的 我覺得就是有味道的時候可以掩蓋這些味道 這件很瘋狂 這件就是非常的金光閃閃 然後螢光桃紅系列 而且超級大澎秀 這件古著善衣就是七八零年代的表演者的服飾 因為我自己從高中一直跳街舞跳了十幾年 所以我自己其實非常喜歡那種早期 比如說Michael Jackson啊 或者是Prince那個年代的那種歌手 或者是舞者他們的那種穿衣服的style 就我很喜歡那種很舞台的 然後很閃亮的表演衣服 這件我自己覺得還蠻有意義的古著襯衫 這是我媽媽在維也納的時候穿的襯衫 我父母其實在生活之前 他們在維也納定居了三四年 然後我聽我媽媽說 他常常穿這件襯衫 可能下面就是會搭那個年代那種景深大喇叭 然後可能有陽光的時候就會再戴一個墨鏡 然後很復古的髮型 然後很復古的鞋子 好像這個也是很舞台的東西 這件也是法國巴黎的某一個舞卓店 下面搭一些牛仔褲或簡單東西 就可以晚上去迎展的一些派對啊 就蠻適合的 這個也是德國買的 很像那個特務這樣子 我發現我好像除了喜歡一些老舊東西之外 其實我也蠻喜歡真的是某些角色的戲服 這件讓我想到就是很多很厲害的特務啊 比如說安傑莉娜酒莉會穿的 這是真皮的 而且它還是紅色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件收藏 從巴黎古著店買回來一件非常宮廷復古的早期的禮服 買這些古著的時候會想要每一件商品都去看它 就是有沒有去好不好玩 喜不喜歡 然後每件衣服都會想要就是翻開來看 然後就想要把手套拿下來 可是那種天氣就是你可能拿下來十秒 然後你的手就會開始動到很痛 冒著就是會被凍傷的危險 也要逛古董市集有沒有這麼瘋狂 去古董市集或者搜集這些東西會上癮 所以我就自己上巴黎的一些網站找 然後有看到網友推薦了一個市集 聽說就是每個月的禮拜三才有 於是我也是跟朋友就搭了地鐵去內戰 然後慢慢慢慢的快要往到內戰的時候 亞洲人越來越少只剩下我跟我朋友 然後周圍都是南美洲亞馬加或者是非洲的人 然後我們終於到了那個市集的時候 才逛大概不到一分鐘 然後我朋友就說小心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剛剛他看到有一家三口 就是有一個媽媽推著嬰兒車 然後有一個爸爸在旁邊顧著母親跟小孩 他說他看到那個媽媽邊推嬰兒車 然後他看到他的右手伸進我的皮包裡面 然後我就打開來看五百歐不見了 我們就走去最近的警察局 等了差不多快一個小時 我記得有一秒突然就有一個白人 然後他就是推開了警局 推進來的時候他這邊就是整個就刮傷 然後流血 感覺好像剛剛前面有槍殺案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進來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寫 可是我看到其他旁邊的人都是一副那種 這種事情就是沒什麼大驚小怪的 然後後來等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終於輪到我了 然後接下來他就把電腦這樣轉過來給我看 然後就開始不停的按Enter 他就說OK你看一下這十二個人裡面有沒有那個歹腿 然後我就看了很多可能因為偷竊什麼原因 而被抓到的犯人的那個當下被拍的那些照片 像我這次的經驗之後我就會覺得出國旅遊 可能就真的不要去太偏僻或者是不要太冒險 這件我非常喜歡 它是一件很長很長的洋裝 然後這件洋裝上面的這個澎袖很特別 很立體澎袖的感覺 它上面的這個圖騰蠻像某些就是有趣的畫家的畫作 比如說草菅迷生或者說六零年代的蒲蒲風 很特別的是這個堂尾的老闆是一個荷蘭的很年輕的業餘的畫家 然後就問我說為什麼會來荷蘭 我就說因為我那時候有一部電影叫做 熊人流連馬藥頭渡客入圍路德丹影展 過了幾天就是我的電影就在那個路德丹影展首映嘛 然後結果我就進去那個會場跟觀眾進行打招呼喚Q&A的時候 然後就在台下看到就是賣我這件洋裝的那個畫家 他真的有來看這部電影 然後他就說感覺我們在緬甸拍片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他就說要把這個錢退給我 就不要賣我這是那麼貴 我就說不用不用不用這樣 像這一件也是很復古的早期的復古洋裝 我覺得搭個皮帶也很好看 我自己平時的穿搭就很喜歡mix and match 搭配一些新品或者是比較現代的東西 那這個是手工刺繡然後也是在荷蘭買的 除了古著類的服飾之外我自己也很喜歡刺繡這個東西 然後自己很喜歡的拼貼這件事情 異材質拼貼比如像這個是真皮的小包包 然後上面是用不同顏色的皮革去拼貼 所以像我今天穿的這個牛仔上衣也是用不同的牛仔布料再去重製的 可能這一件以前是一件牛仔褲 這一件也是另外一件牛仔褲 然後兩件再去把那個布料重新整合重組 然後這個的話他就不是古著或者是古董了 只是單純想跟大家分享 像這個算是手拿包吧或者是電腦包 但這個是我在緬甸陽光買的 就是覺得說緬甸的用色滿有他們自己的風格跟特色 或者是帶著這個走在滑行街 就是也會有人用緬紋跟你打招呼 因為我就覺得你是同胞 然後介紹一件我自己現在都覺得那時候是瘋了嗎 為什麼會買這一件 我覺得是誇張到真的可以去演舞台劇或者是兒童劇 就是整座森林穿上去就是一棵樹 這些東西我都超喜歡的 然後每次出國都覺得很增長很痛苦 要怎麼把這些東西帶回來 我還記得有一次冬天把行李帶去機場就是真的超重了 於是就把行李拖到邊邊 然後打開行李箱 然後就想了一個奇招 我就開始在身上穿了大概五六件的薄襯衫 然後三件的外套 一個後背包裡面又塞了兩三個這種古董小包包 把一些超重的東西全部穿跟帶在身上 然後變成一種非常多層次跟嬉皮的搭配 現在想起來真的是蠻大膽跟蠻瘋狂的